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少帅 这个少帅不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那个东北少帅 不是就是张学良 不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 这个也是个少帅 这个叫马纪元 有没有听说过 马纪元 马纪元这是西北军 是一个西北马家军阀 马不方西北军阀 西北的猪马军阀 就是说猪是猪多的意思 就是当时是国民政府时期 就是民国时期 在西北甘肃宁夏青海 新疆一带的回族军阀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都是河州人甘肃宁夏人 然后他们主要分为 什么主要分为三支 是干马集团 青马集团 宁马集团 其实他们都是老家 其实都是甘肃宁夏州的 当然还有新马就是马中英 他们中间名气最大的是马不方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 另外一个不讲马不方 马不方讲马不方的儿子马纪元 大家看这马纪元的戎装照 马纪元 马纪元是当时是解放大西北的时候 就是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是第一野战军 彭德怀的部队第一野战军 是西北野战军 和马家和胡马集团打仗 胡是胡宗南 是陕西的 陕西的这个军政长官 马是马不方 马不方是西北军政副长官 兼甘肃的那个什么军政长官 具体兰州城防由他的儿子马纪元负责 大家可以看这个马纪元跟这个谁 张学良一样也是看上去 长相上来说 外形上是个分度翩翩的 他是穿的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国军的 这是应该是什么呢 将校服 将校的长袍 将校的应该是个将校大衣 将校女子大衣 将校女子大衣 陆军中将 陆军中将军衔 陆军十年三十岁 三十几岁 年轻 看起来三十几岁 所以叫少帅 张学良就是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爸爸被炸死了 他就是东北军的少帅 这个人呢 他爸爸没有被炸死 他爸爸当时就是 把他一直就安插和培养 把他培养 他好像在二十几岁 就参加了国民党的 好像是培养中高级军官的少将 就是将校班 二十几岁 二十岁就晋升少将了 二十几岁就晋升少将了 因为他是他爸爸的独子 马富康的独子 马济元 1921年1月8号到2012年2月27号去世 2012年去世 2012 1921年到2012年 差不多90岁吧 90岁的样子 91岁了 91岁差不多 自邵乡 马济元 甘肃临下 河州人 自邵乡 回族 是马不方的儿子 马不方之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 军阀 西北地区的军阀中 马家军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我们有时间还可以给大家讲讲 马不方 他这个马济元 他的主要是马济元 因为就是你看他1921年出生 1940几年的时候 最后49年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10年28岁 他就带兵守兰州 兰州战役失败了以后 就跟着其父 就转到香港 就去了台湾了 就去了台湾了 因为他是算是高级将领 所以高级将领的最后不是随 对民国政府的 应该是县处级以上 和军队团级以上的军官 都随政府签台了 在兰州战役时 马济元率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决战 失败 主要是与彭德怀 好像当时是什么 还有一个彭德怀的副手是谁 我忘了 当时主要是扶梅战役 主要是扶梅战役 扶梅战役好像是 当时在陕西的子武里扶梅一带的 反正当时他们打仗的时候 应该来说 马家军的作战是非常的凶悍的 但是最后呢 大势已去 要马济元最后就是 本来是他父亲要让他死守兰州 结果呢 看着大势已去 马不方还 马不方当时正在西昌 参加就是 就是国民党当局组成的一个 高级军事会议 高级军事会议 很多的将领都在那里参加 然后呢 他看兰州大势已去 害怕把自己28岁的儿子 唯一的独子 马济元再给报销了 所以就派出专机军机 去到兰州 把马济元接回来 1949年 你看 他当时 应该来是马不方的 当时已经到了 士图的最高峰了 是西北军阵的 阵长官 不是副长官 所以他有时候在兰州 有时候在西匿 但是他大本营 公馆还是在西匿 1949年8月30号 乘专机 离开西匿 把西匿把他的家属 这都带上 然后前往香港 在香港的话 在香港的话 马不方的有200多人 在香港 200多人 所以家属 或者说是什么仆人 或者说是这些家族的成员 司机 这些一个族人 200多人在香港 会合 会合以后 随中华民国政府 退去台湾 1981年 马基元以国军中将军衔退役 1990年代初 退职 国大代表 2001年 马基元以夫人张迅分 从台湾移居约旦 一居约旦 约旦 约旦是东东的一个国家 州代 约旦 约旦不是个国王 侯赛伊 现在阿布图拉 后来 马基元又到 马不方晚年居住过的 沙特阿拉伯去了 就是到沙特阿拉伯 就再没有离开 2001年 跟夫人去移居约旦 因为他们是可能 比较很虔诚的穆斯林 在约旦这些中东都是离沙特近 沙特不是有全世界回教徒吗 圣地麦家和麦地纳 然后到了沙特阿拉伯以后 2012年2月27日 马基元病逝于沙特阿拉伯 我们看一下马基元的家族数是什么 马基元的父亲是马不方 马基元的生母是林夏人海里麦 海里麦这个名字的话 应该来说不是个汉字的 应该是一个精明 回族人的精明 就是阿拉伯的宗教名字 海里麦 不是一个汉字的名字 马不方的正式的妻子 叫海里麦 这是马基元的生母 马不方的弟弟 是同父异母的弟弟 马崇德 就马不方是有 据说马不方最多的时期 有11个姨太太 但是他的儿子 好像就是马基元是长子 有些说是马基元 是马不方的唯一的儿子 但是这中间的时候 他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马崇德 就说明跟他爸是同一个爸 但是他爸的是马不方的 其他的姨太太生的 弟弟马崇德 马不方生有长子 次子有两个儿子 一个长子叫马小全 次子叫马凯罗 然后长孙呢 是叫马忠良 是马小全之子 次孙叫马温良 马凯罗之子 现在还有个曾孙 叫马大用 马大用是他的长孙 也是长子的儿子 长孙 马忠良之子 叫马大用 这就是他的后代 他的出生是中华 1921年1月18 当时还是五色其时的 中华民国的甘肃省 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 还没有中华民国建立起来 当时中华民国还是五色其 中华民国甘肃省 河州 河州大家有没有知道 河州这个地方又叫 鲍寒 鲍寒 这个地方 是一个就是零下 零下因为他在黄河上 有叫黄河的河州 鲍寒之地 逝世于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 这个城市 沙特阿拉伯里有个城市 挺著名的 好像是个海滨城 就叫吉达 吉达 2012年27是就是逝世 不要说是死 非回教族来说 一般不叫死 因为叫逝世 或者叫归真 归于真主 是吧 就这类的 就是圣洁的一次 91岁 国籍是双重国籍 是台湾的 你看这上面写的 这维基百科 可能是台湾 台湾的那个 还有沙特阿拉伯的 当时他们是 鼓励还在中华民国纪念的 政党是中国国民党 军种是中华民国陆军 他是陆军中将 陆军中将 服役年份是1939年到1981年 在台湾的军中服役 军衔是最高到了中将 中将 统帅的是82军的军长 具体他爸是西北军政长官 但是他是属于是一个军长 一个军长 他这个军可能是规模 比较大的一个军 是中将 以中将军衔领军长 但是他到台湾 应该看来是 基本上在市口上 是原地踏步 咱们有在上升 因为他在 蓝州战役的时候 他就马迹原就是中将 到台湾81年 还是中将 参与的战争是中国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的时候 马家军的话也参与过 当时有一段时间 好像到河南 还是到安徽一带 马家军的西北中马 也参加过 也派出了骑兵 他主要是骑兵 骑几师 参加过就是各个军种会集的 好像是台湾庄嘛 还是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 在这个李宗仁的指挥下 因为各个战区都派抽调的人 马家军也是 也参与了 这可能是 那时候可能马 马迹原还小着呢 他十几岁 但是他参与过这个战争 就是他父亲 他从小把当做一个 就是将来的接班人 好好培养了 然后还有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就是说 解放战争嘛 然后他们在全国的省会城市当中 兰州可能是为数不多的 唯一就是血战者 当时就是马不芳派重兵守兰州 曾经有个叫铁马西分 那个凤凰卫视节目 专门采访过兰州战役 兰州战役解放军上 第一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的死了 好像八千到一万两千人 死的人非常多 有个无名烈士的悲 因为这个当时马不芳在 这个把一个山都挖空了 基本上全部都是公式 都是公式 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去过 那个应该叫巴里尧那一带的 他有很多的公式 有公式的 兰州的两三加一和 当时好像这个 他们开始就是 马其元带兵 其实是在陕西在打仗 而且他当时说 要让陕西人看看他的威风 就是我们这次不能掉链子 要陕西人看看我们的威风 但是在陕西的情况下 他打的还可以 但是最后主要是大势已去 大势已去之后 他走的时候 好像有一种仪式 说马其元还经常说 他的部队有很多骑兵 罗子 罗马 和一些大炮 这些炮车 他将来给他的部下说 注意过的时候 从陕西到甘育 从陕西到甘肃境内的时候 这些罗马部队 自重比较过的时候 是注意不要把老乡的麦子给弹了 马上要收麦子 不要让这个 这个像这个罗马呀 管好罗马 不要就是吃了这个老乡的麦田 装甲 不要吃了装甲 说明他这点 还是挺 很有 挺注重细节的 反正这是一个 近代史的一个人物吧 韩参加过 对 韩参加过就是说 他在国共内战当中的 就是 在陕西的煤 煤 好像是 浮煤 河水 垄冬里在河水 紫武岭和浮煤 这是陕西甘肃 这一带的 这个 关山 关隆一带的战役 浮煤战役 浮煤 河水战役 还有紫武岭战役 紫武岭 紫武岭是 应该是 陕江阶线交界 还是主要在 陕西一带的 还是在 好像在陕西一带的 反正离甘肃也比较近 再一个就是 兰州战役的具体指挥官 他爸不是指挥官 马继元是指挥官 而且马继元好像 马继元他父亲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 他们全家都是非常虔诚 但是马继元的夫人 张迅芳 好像是不是一个穆斯林 不是回族 好像是个汉族 当时为了 取尽张迅芳 好像他还为 跟他爸好像 就是闹很愉快 他爸非要让他 取个穆斯林女性 他 他夫人叫张迅芳 因为他父亲也叫马布芳 所以为了避讳 这个马布芳 把他的夫人 改名为张迅芬 芬芳的芬 把张迅芳 改成张迅芬了 行我们今天就暂时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反正每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 介绍点小知识或啥 分享一点 今天给大家讲了 大家所不为人知的 你先知道的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 就是在中国近现代起不重要作用的 一个人 是非公共 咱们再不说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 西北军的另外一个少帅 叫马继元 这个人据说是当时打仗的人 就是打过几次仗 战绩非常出色 战绩很是非常出色 打仗的话 被他父亲也是给予厚望 但是最后呢 在兰州战役 最后守兰州的时候 功败垂成吧 反正因为国民党大上将亲 也没有办法回天无力吧 最后就是 在兰州战役弄完了以后 打完了以后 就是基本上就以失败告终 然后就转到香港就去台湾了 因为在台湾的官场上 他们作为就是 他们属于眷村人物 这眷村就是外省的这些 在台湾的就在台湾的 就属于是大陆讲大院子弟吧 都是各个部队的这些 在台湾他们就眷村嘛 然后他们在台湾的这个官场上 因为离开了自己的老根据地 大西北吧 反正也受排挤 再加上他们也是这个比较虔诚的 有自于新教的缘故 所以很快好像马布芳就被派到 这个中东到的沙特去当大使了 马纪元也随从 也跟上去全家过去了 好像是第一次见了沙特 拜会了沙特国王吧 沙特国王第一次见面非常高兴 说中国这么虔诚的穆斯林啊 是这样的来了 然后还给他当面给马布芳还送了 两辆小汽车的方面见面你 是吧 这都是有一些都是有些仪式啊 那我们再不说隐身的说了 今天就讲这个马 马纪元啊 西北军的少帅啊 马纪元啊 就是能征善战的马纪元 这个将军的啊 今天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好 欢迎大家喜欢的 订阅点赞评论一转发啊 好 大家再见啊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